有一个网友留的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说,抽烟的病人,怎样才能清肺 那很简单吧,你不抽烟不就清了肺了 怎么说呢,这个就像一个哲学问题一样 你不能什么好事都得了,我又抽了烟了,我又肺又好了 所以对大家来说吧,还是应该慢慢的 把这种戒业的这种理念建立起来 用一句话说就是,欠的债总是要还的 你虽然现在你抽烟对你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但是你每一支烟都是记录灾案的 到时候就连本带了一个,你就要回来了 就好不要咱们说,还是说肺癌的这个威胁因素了 一年之内,你只要抽过400支烟 那么你就跨入了肺癌的高危人群了 每一支烟对你都是有危害的 所以最好能把烟戒到要好一些 当然戒业是个比较辛苦的过程 因为长期的抽烟以后,就会是体内出现一些变化了 长期的抽烟以后,对肺部造成了慢性的损伤 另外对神经精神系统也有损伤 所以抽烟也是一种病 要戒业的时候也得按规律来 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痛苦小一点 然后成功率更高一点 抽烟的时候,咱们专门有戒业门诊 就会给你提供这些帮助 比如刚开始戒业的时候,如果烟瘾特别大 那么咱们可以用一些戒业糖再补充一点 尼古丁,让尼古丁下降的速度慢一点 这样身体有个缓解的时间 另外的话,抽烟的时候觉得还挺 如果一戒业就会出现其他的症状 因为抽烟的时候它可以刺激身体 带来一种心快的感觉 现在你不抽烟了,这个心快感消失了 这个时候就觉得乏力,没精神,抑郁 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通过吃糖来解决 比如说磕瓜点,吃糖 因为糖分也是个很有意思的 你吃到糖以后也可以带来心快感 这就为什么像我的减不了肥的原因 我比较喜欢吃糖 它可以让你戒业成功率更高一点 但是如果科学的对待这个问题的话 也可能业戒了,这个体重可能会出现增加 戒业也是个技术活儿,没那么容易的 如果您实在戒不了 到咱们的呼吸科,到咱们的接线门诊 然后给您一些建议,早点把烟戒掉 这样你的肺就会换一口气 然后您就不用再为这个事情过度的纠结了